事实上根据日本的一些政党的选举规则 乃至产生首相的规则 最大的执政党目前就是自民党 自民党的党首一定是首相 这也是安倍下台之后 人们只是关注自民党党内党首竞选的原因 那么从党内的自民党党首的竞选 产生它有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就是全党的投票 还有一个就是党本部的投票 那么这一次的安倍的因病挂关而去 被自民党的总部定性为叫做紧急事态 就是说紧急离去 那么按照紧急离去的紧急情况下 就只举行党本部的选举 也就是说在党的议员之间 各个派系的这种选举就够了 按照正常的党首的选举 它其实是要把地方和中央的票 合在一起来选 当下的这个角逐 就是首相 就是党首角逐的格局 就显示出有没有地方选举 那么对于党首的产生将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次的竞选党首的几个候选人当中的石破茂 这个人比较有名 有的观众都知道 他曾经做过这个日本这个防卫像 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在中央这个层面 就是他的派系人员不多 大概只有十八九个 相对其他派别少了很多 但是此人在地方拥有的粉丝众多 在地方的党员当中 这个非常受欢迎 因此呢 如果这个选举说只限于中央的层面 那么石破茂的迎面非常小 因为他的派别力量很小 人员不多 那么如果说结合到地方选举 那么他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了 因此这一次呢 有关是不是要地方参与到这次的党首选举呢 其实是要不要这个让石破茂来发挥 他的地方优势这个问题 看起来是一个程序问题 其实已经具体落实到某一个候选人 能不能胜选的问题 因此呢 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妥协 但是不妥协又不可能在短期产生首相 所以呢 自民党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纠结的考验 对吧 好